好 下面呢 我们来讲C.2 R之间多跳建邻居 啊 R之间多跳建邻居 那在R5这边呢 我就要把配置给改一下了 对吧 那就不能跟神仪建了 不能跟R5建了 就直接跟R6建了 R6是R 这边是R 对不对 这边是R 对吧 那R呢 2跟5两个SPR就不需要捡VPNV4邻居了 对吧 他就不需要有VPNV4路由了 然后呢 VPNV4是这样建的 对不对 是这样建的 然后呢 在这边建立一个IPV4BGP的定居 对不对 建立一个IPV4BGP 发什么路由过去 通常情况下 在3R之间肯定是会敲NextHub onChange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再讲一遍 R2是什么层面的设备 它是控制层面的设备 对吧 它只负责帮咱们把路由给传递到对端 数据包要不要通过R2呀 不一定 也就是说不需要实际它 对不对 你走自由路径就行了 你不要走我 听懂吗 我只负责帮你传路由 SBR呢 干什么 SBR干什么 是数据平面设备 对吧 它是数据平面设备 它负责干什么 它负责来传数据包 对不对 它负责来传数据包 在这块的话呢 需要干什么 需要发送什么路由 需要发送两个 第一个是R2之间建林区的路由吧 对吧 第一个就建林区 建林区的路由是什么路由 建林区的路由说白了就是R2的环口0吧 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 吓一跳的路由 下一跳路由说白了就是PE的什么 就是PE的环口0吧 对吧 另外还需要加什么 然后这两个SBR上面 把这两个路由充分不进去 充分不进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充分不进去就可以了 不简单呀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配置一下 看看该怎么配 把这个配置给改下了 对吧 R2上面R5R我直接把BCP全部删了 重一配 可以吧 BCP全部删了 重一配 R2也是一样 重一配 对 然后呢 R7这块 对R5的邻居关系就散掉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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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来个R2的邻居关系 R6的邻居关系 567 update source lookback0 在vpnv4上面 激活一下 敲一个 敲一个 route reflect client 对不对 敲一个这个 这是我的客户端 OK 搞定了哈 那这个3这块 要把跟R2的BGP session里去的 对吧 234 just family vpnv4 never 10.1.0.2 弄掉 我直接弄了 no never 10.1.0.2 对吧 所有的都弄掉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R3和R6都是路由反射器了 3上面 有4那边传过来的路由 对吧 6上面 有什么 有7这边传过来的路由 是吧 OK 就是 一开始做完了吧 那我们内部有IGP 内部有咱们的IGP 对吧 好 那我们做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呢 ASBR之间跑什么 IPv4 单独BGP 对不对 并且 把 R的还一口零 以及P的还一口零 两个 发布过去 那听懂我意思吧 发布过去 在R和5上面 第一步 第一步 建立IPv4 no no 现在都没有了 对吧 我重新敲了 敲不敲 no BGP 就无所谓 因为都是IPv4 BGP 但是一般呢 我们建议敲上 这样的话呢 对应你这个理解 更好理解 对吧 10.1.25.5 下调路的代表情 对吧 那我们那边10.1.25.5 3.1.25.5 对吧 然后呢 在Roadmap里面 对吧 就是Set Level 对不对 SetLevel 下一跳 加一个吧 被下一跳 设置标签 Out方向 这个写的有点长 Set 下一跳 标签 Prinx Match IP address Perfect 下一跳 SetMPSLevel Roadmap Set 下一跳Level 旁边的24 IP Perfect Match 旁边什么 10.1.0.4-3-2 对吧 到时候你把相应的内容 下一跳的路由 给设置上就行了 对吧 OK 好 啊 我这边也是一样 对吧 No IP Perfect Match No Roadmap Set Level 对吧 多多点 我重新来配 Rootmap Rootmap 下一跳 Level 把下一跳 标签设置上 Match IP address Perfect 下一跳 Set MPSLevel Termin20 对吧 IP Perfect Amit 10.1.0.7-3-2 对不对 然后呢 在咱们BGP里面 做个BGP No No BGP Rotard 10.1.0.5 No BGP Default IPv4 Unit Pass Never 10.1.25.2 对端的是属于234的 在IPv4里面 我们叫它激活 我们叫它激活 对吧 然后呢 呃 敲一个 Send Level 对吧 Send Level 再敲一个Rootmap Set MPS NH NH Level Out 对吧 NH Out 还有什么吧 NetLog路由 4.1.0.5-3-2 NetLog 4.1.0.7 Show Run Section RB 对吧 Show Run Section RB 然后呢 看一下 IPv4 BGP 把两条路由过减 对吧 两条路由过减 不是R2吗 五条路由过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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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啊 应该是六 六个七 不是五 六个七 OK Show Run Section RB 对吧 Show BGP IPv4 Unicast 看一下路由 四条路由了 对吧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做第几步 第二步 见邻居 对吧 其实应该是什么 把重温部 我们把这个重温部进去吧 同时在两个ASBR上面 把这个路由给重温部进去 代表签的路由重温部进去 重温部 BGP234 Sumnet 挂Rugumel B 在Rugumel B里面 Match MPS Level 代表签的 重温部进去 对不对 代表签的重温部进去 我想看啊 是不是啊 不是不仅合 不仅是代表签的 这个R6这个路由 3的路由也得重温部进去 要不然不重温部进去的话 6和3 互相换一会路由也没有 是吧 哎呦 还得加一个 还得加一个 两两个路由 1 Permin20 Match IP Address Perfect 6段R RemoteR 对吧 IP Perfect RemoteR 对吧 10.1 1.0.6 那3 2 对吧 这个路由进入BGP 进入OSPF 25上面也是一样 重温部BGP 567 subnets 或是RuneFB 在RuneFB里面 Match MPS Level RuneFB Meta 20 然后Match IP Address Perfect RemoteR IP Perfect RemoteR Permin4.1.0.3 0.32 对吧 如果重温部的时候呢 应该把两条路由都重温部进去 下一条的路由 减零局的路由 对吧 两个路由都重温部进去 一样的 对吧 下一条 减零局 两个都重温部进去 把重温部进去以后 这时候我们在3上面看一下 说IPWord 你看这两条路由是不是都在啊 到6上面去看一下 都在吧 好 下一步 减零局 3跟6之前减零局 234 Never 10.1.0.6 回目的是 234 567 UploadSourceRuneFB 一比一比都跳 AdjustFamily VPNV4 对吧 Neighbor10.1.0.6 Activate NextHub Unchange 对吧 26也是一样 567 Neighbor10.1.0.3 为什么是234 UploadSourceRuneFB 一比一都跳 V3V4 Activate NextHub Unchange 对不对 NextHub Unchange 好 搞定了 还没搞定 还没搞定 在这边还要做一个RT重写 对吧 还要做一个RT重写 你要不做RT重写 就在P上面 干什么 Import对方RT 我们就做Import对方RT了 做简单一些 你看你知道怎么做就行了 对吧 知道怎么做就行了 它给的Import 234.1 对吧 在市场里也是一样 VFDefinition A AdjustFirm the F4 RT重写 Import 5A7 比1 好 做这么几分钟 做完了 ShowBCP VPN 这边随便CastFirm 路由都学到了呗 7也是一样 学到了对吧 下面一个 刚刚客户的路由 8和9上的路由 PIN一下 Trance 一条ISP搞定 那这个配置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了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OptionC.1 OptionC.2 那C.2跟它的区别在哪里 控制平面 控制平面 数据平面分别了 对吧 控制平面 让我们R专门负责 帮传路由 对吧 数据平面 最后呢 由 ASP2呢 你流量啊 我们现在这个图呢 数据包肯定要通过 R3和R6的 对吧 但实际情况中间 是不是有可能不通过呀 对不对 你数据包走 最后路径走到ASP2上面 再由ASP2传过去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了 控制平面 数据平面就分离开了 你听懂我意思吧 来 这就是C.2的好处 对吧 C.2 好 那 C 那我们上面一个视频呢 我们就总结一下 这个OptionA B C 各自有什么优点缺点 OptionC 我们看到 配置量又大 对不对 控制平面 数据平面分离以后 它有什么好处 在哪边 更具有扩展性 对不对 分析一下 那行 这个我们就到这里 配置讲完了